把摩托机还了 80万 自己原来20万 逼挣了50万 那么这样的逻辑呢 它不一定要在人之间真实发生转移 你可以refinance 你可以重新到市场去定家 只要房价在迅速的被抬高 那么你所有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合理的 都是符合银行的风险规避的法则 因为它有足够的抵押品 这个价值它是存在的 那么讲对这个顺序继续往下传 那么就传到地呢 地呢就出了200万来买这个房子 然后呢 他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从银行借多少呢 借160万 他自己呢 垫进了40万 放进40万 还是隔离的 那么西在这个交易中 也挣了50万 那么请问 币和西每个人都挣了50万 这50万哪里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那么说是地给的 地最后交了200万 地为什么要花200万去买这个房子 因为呢 因为呢 他想象 下面他会卖出250万 可是如果这个序列继续运转下去 人们就会发现 泡沫经济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资本回报率 如果你投食在真实的经济之中 那么回报率呢 能做到10%到12%就很不容易了 做一家企业 可是如果你到房地产泡沫里面去炒作一下 几个月公布 50% 一年100% 如果有这么高的回报率 那么就会有不断拿资金投入到泡沫经济里面去 进行炒作 其结果呢 社会总资金总会有一些地方断链 什么地方呢 就是rease 真实的产业部门 资金就会短缺 就会断链大部分转移到这边 总有地方资金要断 所以我们分析了全球的泡沫经济 发现断链的环节呢 各不相同 但结论一样总会断 钱不断 一断了之后 人们改变了预期 丧失了信心 资金大量就开始逃出这个领域 才一下子垮下来 这个泡沫涨得快 破碎的也很快 那么这个破碎的过程呢 原来帝准备卖250万 结果呢只卖了100万 又跌回到原结果 那么我们就要来追寻一下 在这个过程之中 谁受的损失呢 帝肯定是他自己放进的40万 损失的干干净净 银行把这房地拿出来去拍卖 在我们的例子中 假定只拍卖100万 但是 D从银行建的Mortgage 是160万 所以银行亏了60万 所以只要这种循环 它存在的话 无论是谁赚 谁赔 银行一定是最大的胜害者 银行就出现大量的 non-performing law 这是不良代表 这个就导致了银行体系的位置 所以呢在这个循环中 大家看 D是最后一家了 看起来它是个250 但实际上它坑的是银行 那么现在我们看 D和C每个人拿到50万 是从哪里拿到的 是从最后的D手里头拿了40万 银行住了60万 所以泡沫经济比抢银行还厉害 那么金融呢 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心脏 我们现在北美的危机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是不是因为次弹导致今天的状况 完全不是 房地产泡沫在北美发生 它当然最大的损失 吉而言之不过300亿美元左右 真正的问题发生在投资银行 投行倒门 这个事情大家都完全可以看得见的 直到现在呢 不过就是些房地产出现一些风波 还没有大的事情啊 可是五大投行全被破产倒闭 这已经告诉大家 症状的根子发生在投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投行是怎么回事 就是inversement bank 它首先呢 假定我是一个inversement bank 我有100万 我要去merge 投资另外一家公司 它也有100万 我都假定每个公司都是100万 好理解 我只要从银行里面 稍微借一点希望 借个希望 我就可以注资 买你的股票 实际上只要买的10% 20%我就可以控制 那么就等于 我现在就形成一个新的公司 这个公司的总值呢 200万 对不对 我把你兼并了 兼并了之后呢 这里人有一部分钱是银行贷款的 为什么银行给我钱 我自己抵押有100万 我借50万总可以吗 这投进去 再下一步呢 我就更有钱了 我整个现在我这个公司的资产是多少 200万 新的公司200万 同时呢我又上市 一上市呢 股票一炒 400万 400万的资产 我向银行贷 贷200万钱里面 又合理了 我有这么多东西做抵押 可以贷的 我贷了之后 我这些投资 把B给merge过来 Bmerge过来的话 我还有钱 Cmerge过来 我就一个一个去兼并 一个一个去投资 投行啊 就是贷这样 投到最后呢 我的资产是多少 那么 一百万 两百万 再加这个两百万 我是四百万的 这里面 银行贷款多少 它没有好处 再一上市 原来像这个帕 他原来只贷生一小块 一上市 哎呀 帕 那么整个银行资产 新的集团 它是以股市的股值 来进行提供的 它就变得更大 变得更大之后 它就有足够的条件 它就开始呢 像再往下走 是吧 那么又开始 对新的公司 进行投资兼并 投资兼并 投资兼并 一层一层的往下走 走的结果是什么 五大投行本身 五大投行在短期之内 就迅速变成了世界最大的金融进化 而且他们的投资回报率 简直是高得不得了 那么整个这个泡沫 就这么形成了 一个一个就大成了 那么 证券也是有价证券 它是有价票据 它不是过病 但它有价 那么这个价值哪里来的呢 请问到底这个公司有多少钱 它原始就那么一百 到最后